听说最近记忆体越来越好 到底能不能爆股过年呢 你会爆到一颗大炸弹 那为什么会爆到炸弹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新闻 在炒作的时候 尤其是主力 他会利用新闻炒作 他只跟你讲前面的那一小部分 那其实后面的 不好的 他就没有去放大 他是把好的去放大 不好的就把它按看起来 所以投资朋友 这新闻你要看得懂 那没关系 我今天来帮你破解 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Kathy 让我们欢迎胡真宏分析师 Kathy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SK海力市油亏转营 法人预期 记忆体的后市会越来越好 那我想问老师 记忆体股现在到底该不该爆股呢 你这样爆下去的话 会比石头还重 真的吗 卡不住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可以看 其实我这张微钢是算是用日线去看 是 如果你去看周线 你就会吓一跳 其实它上面已经套很多了 那日线就已经这样套了 那日线已经在盘头大概3.5个月 这么久了 已经盘了很久 那这个盘不是打底 你不要去相信那些有些看不懂技术分析的 跟你讲这个叫打底 那就是被割韭菜 真的喔 对 因为我们所谓的打底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 我们在技术分析就是 我已经专研技术分析25年 那我也是创出了自己的一套的技术分析 所谓的打底是它已经跌了很大一段 那跌了那一段就大概就是要最早 可能就是腰斩再腰斩 那之后呢 然后它会在那边来来回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才叫做打底 那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它是先涨一段之后 有没有 它才开始那边来来回回 这叫盘头 相反的是不一样 那什么叫盘头 盘头就代表有人在出货 是 那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看法人就知道了 你看法人从11月到现在 他是买进的比较多还是卖出比较多 这就很明显 这不用看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现在法人是什么 法人在偷偷的出 他为什么要偷偷出 因为他知道一出出太严重的话 会打到跌体 没人接嘛 因为我刚刚都是很多人散户 就是那边小接小接 那如果卖太多他也卖不出去 所以他就这样慢慢的卖 慢慢的卖 慢慢的卖 卖了3.5个月 很久 对啊 100多天都在卖 很恐怖 所以投资朋友你不要被这种 一些啊 我们所看到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的更清楚 他们耐心也蛮好的 对 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一直要在这个市场上面 所以说啊 未来的整个低润的行情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你先看这个K线图 你就知道你不对了 那后面我再跟你讲低润了 可是最近不是都在讲说 低润已经报价上涨了吗 对啊 等一下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再来看金豪科 金豪科他是已经跌破上升轨道 是 那其实一般来讲 因为上升轨道是台阶子 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概这两三个月 可是上升轨道应该就是多头吧 对啊 如果这个多头被跌破 你认为是代表什么 哦 就开始要转空了 对 那你就知道 因为上升轨道 他一定是将近维持两三个月以上 那如果被跌破就一定是有事情 那这个股票也是去年都在亏损 那股价却撑在九十几块 这不知道像不像话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买一家公司 他去年是在亏损的 然后现在股价在九十几块的 那投资朋友都要买九十几块 你倒不如买挑很多股票 是去年都赚钱的 搞不好股价还没有九十几块 真的啊 你要选择哪一个 对不对 你自己去想想看 这很简单的道理 好 再来南亚科也是一样 南亚科我就故意把这张次 不要看日线 我就特地拿周线 那你自己去看威刚跟刚才的金豪科的周线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叫中长线大盘头 中长线大盘头 什么叫中长线大盘头 它是从2017年盘到现在 现在是多少 2024年 是 请问几年 7年了 哇超久 7年滋养 都来了 你想想看这头盘的7年 我可以跟你讲 你要看到这种股票 后面一定有出大事 就是未来股价会腰斩再腰斩 就是你现在看到他还在70块 对不对 他去年都在亏 那到时候腰斩再腰斩 你自己知道股价会变怎么样 那只要他不跌破 60%还没事 你一跌破 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情 那可能投资朋友就假如说 这不是在反弹吗 那个报价 对啊对啊 这个叫弹了 你看到那个局限就是 低润报价美光的 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龙头厂 对不对 是 那个DDR8GB的 因为这个是最普通 就是我们现在电脑用最多的 那你自己去看 他最低来到1.75 这个叫弹 对啊弹在哪 那我们是不是都被新闻骗了 弹有弹啊 弹不到2啊 了解了解 笑弹他就叫给你弹嘛 然后呢他之前2020年的低点 那是2.59 你连2020年的低点都没回到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毛利率有没有你看 那个蓝色的线在下面就代表他是负毛利率 是 负毛利率是什么 还是在亏 是吗 一直做就一直撩啊 叫负毛利率啊 那我想请问你 像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产业前景 你认为他怎么涨 那既然没有涨 那每个人都拿这个小新闻在那放大 说我跟你讲这已经往上了 再反弹 再什么 那个价格反弹 要谈多少 那重点是谈多少啊 没人讲啊 大家都只在讲谈而已啊 这就是主力常常利用这新闻 制造什么 假作多的氛围 他讲没错 可是这后半面什么 重点没给你提醒到 真的啊 就是用这一套啊 就很多人就喜欢搞这些文式游戏 所以同志朋友你要非常注意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咯 谢谢胡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接加入老师的LINE还有Tilgram 那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你像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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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